好來 繼續來看疫情指揮中心 疫情開放到十八歲以下 上的這個民眾 能夠來煮疫苗的斬擠 說不少的人 為了要唱 煮斬擠 是透明來拜堆 大陸是候信病醫 也出現到拜堆的人條 問題是 這個斬擠存多少 就要到當天的補三點 後天的三點 但是竟然有一大天的人 是唱你的十六點之前 報名就去拜堆 要來唱 斬擠 說全台灣國館市 都可以看到這種斬擠擠卵 專家說 雖然疫苗 流暢到尾 慢慢提升到 這個斬擠擠卵 也會慢慢來收縮 跟民眾晚上在拜堆 但要煮斬擠 商品 補在面擠 還說 有的人是為了小孩拜堆 那才是家人身體不好 要趕緊煮業廟 這樣總好 也一直煙燒到早上 五個小時 他打不到啊 我們年紀大了啊 不像你們年輕人啊 年紀大了 萬一 萬一 萬一被感染上了 後果比較嚴重一點吧 這位先生 生日62歲 早上五點就來拜堆 雖然這位中心選佈 第十月五十九 六十四歲的民眾 更不可以煮業廟 不過民眾要是煩惱 臺灣人很欠業廟 到時候煮不到 按照順時的叫好 核心便宜 早上有八百人煮什麼 都是這位中心 現階段公佈的煮什麼 只開放十三位民眾 有可能煮得到這個 不過要等八百人都煮完業廟 才可以看又像多少 但不可以對民眾也有可能煮不 專家園煮業廟的因素 高高侯維基有三百三十五萬七千人 煮業廟的煮小率 賣十四趴 業廟雖然六十九歲 不過感冠的乎新冠八道理生態的速度 讓大家都可以煮到業廟 也成為自費中心的一個考驗